春節加強備戰 今天十二號進入到第二天 由海軍在高雄左營首度開箱 我國的萬噸級玉山艦的內裝設施 同時進行相關的演練 而部隊在現場進行陸戰隊實戰化操演 要展現我國國軍精銳的戰力 SQY東西直升機低空盤旋 遵從指揮口令成功降落在萬噸級玉山艦上 海軍春節加強備戰首度開箱 軍艦內裝 從多年官兵體能的健身房到提供各項醫療設施 協助玉山艦以應俱全 平時救災運補戰時支援運輸 玉山軍艦最大特色為其逆中的造型 高機動性多元的裝備裝載及武器投射能力 搭載七六公里快炮兩座方正快炮系統 三十二枚海艦二防空飛彈 暫時發揮強大打擊火力 玉山艦的兩棲裝載力更為驚人 廣大船能容納九輛AV拐一艘配備飛彈發射車的LCU 以及四艘LCM登陸艇 踩V型底設計船速油耗當屬海軍最強戰力 世界大船LCM兩棲登陸艇感受陸戰隊兩棲登陸作戰的實戰快改 艇內甲板裝載汗馬車輪行車輛輔助登陸 最重要的就是載運官兵高速飆浪水行 搶灘登陸戰 射擊 紅翠梵裝俠火箭激發精準摧毀敵軍目標 並海沉著戰開打戰車假車全面動員與登陸敵軍火力交鋒 那就是不在於是固定的射擊 立櫃臥 那我們可以看到從一開始 我們有各種知識的射擊 移動中射擊 兩發射擊 以及在移動中故障排除 這些都是跟以往訓練最大的不同 火軍加強實戰操演 展現平時精銳訓練部分昼夜捍衛 臺灣海礁 記者 陳明華 劉偉紅採訪報導